第二部黑暗森林 第十六集 当坎特说已经到了时 罗继透过车窗的帘子 看到了一个物体的剪影 由于这个物体后面的 一片均匀的景观灯光 他的剪影才能透过窗帘被看到 罗继不会认错这个物体的 因为他的形状太鲜明 也太特殊了 那是一把巨大的左轮手枪 但是枪管被打了个结 除非这个世界上 还有第二个这样的雕塑 罗继现在已经知道 自己身在何方了 这里是位于美国纽约的 联合国总部 一下车 罗继就被一群人围了起来 这些人都像是保卫人员 身材高大 相当一部分在这夜里 也待着墨镜 罗继没能看清楚周围的环境 就被这些人迎上来 楚庸的向前走 在他们有力的围挤之下 罗继几乎双脚离地 周围一片沉默 只有众人脚步的 沙沙声 就在这种诡异 紧张的气氛 让罗继的神经几乎崩溃之际 走在他前方的那几名 飙行大汉 让开了 罗继的眼前 豁然一亮 接着 其余的警卫 也全都停下了脚步 只让罗继 史强 和坎特三个人 继续向前走 罗继车才发现 自己正行走在一间 安静的大厅当中 这里很空荡 仅有的人 是几名拿着布画机的 黑衣警卫 他们一行三人 每当走过一名 黑衣警卫时 这名警卫 就会在布画机上 低声地说上一句 三个人又经过了 一个悬空的阳台 迎面是一张 色彩斑斓的玻璃板 上面布满了 纷繁的线条 有变形的人和动物形象 夹杂其中 再向右拐 就进入了一个 不大的房间 走在最后的坎特 关上房门之后 跟市墙相识一笑 两个人都是一副 如释重负的表情 罗继 四下打量了一圈 发现 这是个多少 有些古怪的房间 有整整一面墙 都被一副 由黄 白 蓝 黑 四色几何形状组成的 抽象画 站满了 那些图形相互间 随意地交点 共同悬浮在一片 类似于海洋的 纯蓝色的上方 最奇怪的 是房间的中央 摆放着一块 长方体的大石头 被几盏光线不亮的 聚光灯 招摇着 仔细看看 这块石头上 有铁修色的纹路 抽象画和方石 就是这个房间里 仅有的两件板書 此外 什么都没有 罗继博士 您是不是需要换件衣服 坎特用英语问罗继 他说什么 史强看向罗继 罗继就把坎特的话 翻译了一遍 史强听完之后 坚决地摇了摇头 不行 就穿这件 这 毕竟是 真实惨和 坎特用汉语 艰难地解释着 不行 史强再次摇头 会场不对 媒体开放 只有各国代表 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我说不行 要是没理解错的话 现在他的安全 只有我来负责的吧 好吧 这都是小问题 坎特妥协了 史强就又朝罗继 偏了一下脑袋 你总得给他 大概交代一下吧 我没被首权 交代任何事情 随便说些什么吧 史强笑了笑 坎特就转向罗继 脸色一下子紧张 凝重了起来 甚至还下意识地 整了整自己的领带 直到这时 罗继才注意到 在这之前 坎特是一直避免 跟自己对视的 他还发现 此时的史强 也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那无时不在的 调侃般的傻笑 不见了 带着一脸的庄严 而且 还以对史强来说 极其罕见的姿势 力争站着 甚至屏住了呼吸 足使着坎特 这时 罗继终于相信 大师之前说的 都是真话了 这位是真的不知道 此行送自己 前来联合国 是干什么的 坎特郑重地 看着罗继 罗继不是 我能说的只是 您即将参加一个 重要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将要公布一件 很重要的事 另外 在这次会议上 您 什么都不需要做 然后 三个人就全都 沉默了 房间里 一片寂静 罗继 我既能清晰地听到 自己的心飘声 中国是诗科幻 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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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播出 刘子新援助 清雪 直播 企鹅 Adam 出品 后来 罗继才知道 这个房间 叫做 莫斯室 是供信奉 所有宗教和信仰的民族 祈求世界和平的 一间 净石 这块重达 六吨的石头 是高纯度的 生铁矿石 用它 来象征 永恒 和力量 是瑞典政府 赠送给 联合国的礼物 但是现在 罗继不想 默默地思考 而是努力地去 什么都不想 因为他现在发现 大使说的那句话 真的是千真万确 你怎么想 都会想歪 为了做到心无所思 他干脆 开始去数墙上的 那幅抽象画里 到底有多少 几何图形 这时 门开了 有一个人探紧头来 对坎特 示意了一下 坎特立刻转向 罗继和史强 我们该进去了 罗继博士 没有人认识 我和他一起 进去就可以 这样就不会 因此骚动 史强点了点头 冲着罗继 笑着一挥手 我在外边等你 罗继心里疑弱 在这样的时刻 大使是他唯一的 精神支柱了 接下来 罗继就跟着坎特 走出这间莫斯市 进入了联合国大会堂 会议大厅当中 已经坐满了人 响着一片嗡嗡的 说话声 坎特带着罗继 沿着座位之间的通道 向前走 一开始 他们两个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直到他们走得太靠前了 才使得几个人 转头 看了看他们这边 坎特安排罗继 在第五排 靠通道的一个位置坐下 自己 则继续向前走 一直走到 第二排的靠边位置 就也坐了下去 罗继抬头 打量着这个 曾经在电视里 看到过无数回的打听 感觉自己完全无法理解 设计者想要表达的意义 正前方的那面高高的 镶嵌着联合国徽章的 黄色高墙 作为主席台的背景 以小于九十度的角度 向前倾斜着 就像是一面 随时都可能倒塌的悬崖 穹岭被设计成 星空的样子 但是结构 跟那面黄色的高墙 是分离的 所以丝毫没有增加那面墙的稳定感 反而还从高处又增加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加剧了那道高墙的摇摇欲坠之感 从而导致整个大厅给人一意中随时都有可能坍塌的不安全感 但是现在看来 这样的设计 简直就是上个世纪中也设计这里的那十一位建筑师 对人类今日处境的绝妙预测 这是 罗继听到临座的两个人开始对话 他们的英语都很地道 但是搞不清国籍 你真的相信个人对历史的作用吗 这个嘛 我觉得是个无法证实 但是也无法证伪的问题 除非时间重新开始 让我们杀掉几个伟人 再看看历史将会怎样发展 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 那就是那些大人物筑起的堤坝和挖出的河道 真的决定了人类历史的方向 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 你说的大人物们 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游泳的运动员 他们创造了世界纪录 赢得了喝彩和名语 并且因此名垂轻视 但是这与历史长河的流向 没有关系 其实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像这些还有意思吗 问题是 在整个决策的进程当中 始终没人从这个层面上 来思考这个问题 每个国家都在纠缠 诸如人选平衡 资源使用权利这些事情上 这两个人的对话没有说完 会场就忽然安静了下来 联合国秘书长萨伊 正在走上主席台 她是继阿基诺夫人 阿罗约之后 菲律宾贡献给世界的第三位美女政治家 也是在这个职位上 跨越危机前后两个世代的联合国秘书长 如果晚一些投票的话 她肯定不会再次当选 因为当人类面临三体危机之际 她的亚洲淑女形象 显然不具有全世界所期望的力量感 现在 萨伊那娇小的身躯 正处于身后的 那道看起来快要倒下的高墙之下 因而显得格外的弱小和无助 在萨伊走上主席台的中途 坎特站起身 拦住了她 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 秘书长向下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登上主席台 逻辑几乎可以肯定 秘书长看的正是自己做的方位 站在主席台上的秘书长萨伊 环顾了一下会场 行星防御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现在进入最后议程 公布最后人选的面臂者名单 并宣布面臂计划开始 在进入正式议程之前 我认为有必要对面臂计划 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三体危机出现时 原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 就进行了紧急磋商 并提出了面臂计划的最初设想 各理事国都注意到了以下事实 在最初的两个质子出现之后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更多的质子正在不断地到达太阳系 进入地球 这个过程到现在 仍在持续当中 所以 对于这些地球的敌人而言 现在的地球已经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世界 人类 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目前 国际社会已经启动的主流防御计划 无论是总体的战略思想 还是最微小的技术和军事细节 都因为质子的到达 而完全暴露给了敌人 在所有的会议室 所有的保险柜 所有的硬盘和内存当中 质子的眼睛 无处不在 任何一个计划和部署 无论大小 只要在地球上出现的同时 就会被四光年之外的敌人统帅不得知 人类内部任何形式的交流 都会导致泄密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战略和战术计谋的水平 并不是与技术进步成正比的 已经有确切的情报证明 三体人是用透明的思维 进行直接交流 这就使得他们在计谋 伪装和欺骗方面 十分的低能 这也使得人类文明 对敌人拥有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我们绝不能失去这个优势 所以 面壁计划的创始者们认为 在主流的防御计划之外 应该平行地进行另外数项战略计划 这些计划 对敌人是不透明的 是秘密 最初 曾经设想过多种方案 但最后确定 只有面壁计划 是可行的 所以 应该纠正我之前说过的一点 到目前为止 人类还是有秘密的 我们的秘密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敌人的质子 可以听懂人类的语言 可以超高速地阅读文字 和各种计算机介质 存储的信息 但他们不能读出人的思维 所以 只要不与外界交流 每一个人类 对质子来说 都是永恒的秘密 这就是面壁计划的基础 至于面壁计划的核心 就是选定一批战略计划的 制定者和领导者 他们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思维 制定战略计划 不与外界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 计划的真实的战略思想 真实的完成步骤 和最后的目的 都只能藏在这些制定者的大脑当中 我们称他们为 误导和欺骗 地图的时间 这些面壁者将被授予很高的权力 使他们能够调集和使用地球上已有的战略资源当中的一部分 在战略计划的执行过程中 面壁者不必对自己的行为和命令 做出任何的解释 无论这些行为 是多么的不可理解 面壁者的行为 将有联合国行星防御理事会 进行监督和控制 这也是唯一有权 根据联合国面壁法案 最后否决面壁者指令的机构 为了保证面壁计划的连续性 所有面壁者都将借助冬眠技术 划约时间 一直到达最后决战的时代 在这期间 在何时和何种情况下苏醒 每一次的苏醒70多久 均由面壁者自行决定 在今后的四个世纪的时间里 联合国面壁法案 将作为一项与联合国宪章 同等地位的国际法存在 它将与各国制定的相应法律一起 保证面壁者战略计划的执行 面壁者们承担的 将是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使命 他们是真正的独行者 将对整个世界 乃至整个宇宙 彻底关闭自己的心灵 他们所能倾诉和交流的 他们在精神上唯一的依靠 只有他们自己 他们将肩负着这个伟大的使命 孤独地走过漫长的岁月 在这里 请让我代表人类社会 向他们 向这些面壁者们 表达深深的敬意 下面 我将以联合国的名义 公布由联合国行星防御理事会 最后选定的 四位面壁者名单 罗继被秘书长萨伊的讲话 深深地吸引了 跟所有余会者一样 他也屏住了呼吸 等待着这份名单的公布 他也想知道 将会是什么人 来承担这项不可思议的 终极使命 一时之间 他把自己的命运 完全抛去了脑后 因为跟这样一个 历史性的时刻相比 自己接下来 不管发生什么 都是微不足道的了 第一位面壁者 弗里德里克 泰勒 秘书长的话音刚落 那个叫做泰勒的人 就从第一排座位上 站起了身来 步履从容地走上主席台 然后 面无表情地面对着会场 没有掌声 所有人只是在一片寂静当中 将目光光 将目光聚焦到这第一位面壁者的身上 泰勒 身材瘦长 戴着宽旁 带着宽旺眼睛 这个形象 早已是刚刚才是刚刚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 是一个对美国国家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名人 他的思想 集中体现在一本名叫 技术的真相的著作当中 泰勒认为 技术的最终受益者将是小国家 大国不遗余力地发展技术 实际上是在为小国通向世界霸权铺下基石 因为 随着技术的发展 大国所拥有的人口和资源优势将不再重要 而先进的技术 对于小国家而言 却是一个可能撬动地球的杠杆 比如 核技术的后果之一 就是使得一个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小国 有可能对于一个人口过亿的大国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而在核技术出现之前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泰勒的一个重要论点是 大国的优势 其实只有在低技术时代才是真正的优势 技术的飞速发展最终将削弱大国的优势 同时提升小国的战略分量 有可能使得某些小国突然崛起 就像当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样 取得世界霸权 泰勒的思想 无疑为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他不仅仅是一位战略理论家 同时也是一个行动的巨人 在处理多次重大国际危机时 泰勒所表现出来的果敢和远见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所以无论是在思想的深度 还是领导的能力上 泰勒入选面壁者 都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位面壁者 曼努尔·雷迪亚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